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随着杨栋梁之后呢 就后面的九个烦恼呢 就一次的升起了 那这个第二个呢 就叫编直箭 那编直箭呢 它就是直 编 长编 或者断编 叫编直 只要有撒迦也箭在 一定会指长编跟断编 因为有撒迦也箭就不认识缘其有 我们讲自信空缘其有 如果有撒迦也箭的话 就自信不空 那就缘起不成 那已经缘起不成 一定堕入断编跟长编 某一编 所以叫编直箭 那我们看第二行下面 编直箭者 编直箭者为原 撒迦尔箭所执之我 因撒迦也分为我跟我所 我跟我所 撒迦尔箭的所缘 包括一个我 还有我所 既为常 或戒为断编 那断编的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 没有 无从此末 皆生党来 这个叫断编 就是没有前后世 就是这一世而已 没有来世 这个就叫断编 那常呢 就是永远不死 永远不死 像说我们念始无常 那个是初的无常 感情我今天不会死 明天不会 那是初的无常 那现在破的是 破那个不了解戏的无常 不了解戏的无常 那所以变成常识 例如说 我今天身体也安康 没关系 可以冲 像年轻人有没有 今天我没关系啦 我冲一点 一天有什么关系 我后面再保养就好了 我一天没关系 我常也这样 今天冰淇淋好吃 没关系啦 就暂时偶尔吃一次而已 以后再不吃就好了 我们都找借口 对不对 那个就是没有了解戏的无常 只顾到今天 这一次可以啦 这个就是 鞭直见的长直 还有没有前后世的断编的 这个断编的 这个我们叫断直 两个 长边断编 那因为有撒迦的剑 不了解戏 就落入这两边其中一个 好 第三 剑取剑 剑取剑呢 它指的是 所缘有三个 就是 撒迦野剑 还有边直剑 还有斜剑 那三个认为呢 所依 不管是 原哪一个 还有它所依 这三个 所认为的 剑解 剑解 那个韵 认为它是 最盛 最妙 最好 这个叫剑取 就是 一般我们剑取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 撒迦野剑边剑 这很多喔 很多喔 吃一般来讲 吃有机 对身体比较好 对不对 如果你只每天 我一定要吃有机的 我身体才会 一定要靠有机的 所以我不吃 不是有机的 这算不算 是剑取剑 算 喔 因为你要吃有机 可是除了吃的部分 要健康以外 还有什么很重要 心 心法是快乐 还有生活 正常 生活正常 时间正常 饮食正常 等等 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不是只有吃有机 就一定健康 但是它是一个辅助啦 但是你把这个辅助 当主要的 认为它是吃有机 最盛最妙 能够保持健康 最好的方法 那个就是什么 剑取剑 这个我们都会喔 像以前我学广路说 喔 火花松就去倒是地最好 什么的法都不行 都不想学的 都是把它扁为什么 下裂的 就是道次第最殊胜 最甚最妙 然後我们上镜子也一样 要不是从开始学道次第 是懒污的 杂懒的 英国常被拼为杂懒 所以这个记性很新 就是 明不开始呢 不是从道次第开始学佛法 都是杂懒的 都是懒污的 对那个善知识啊 对那个清静的妙法呢 不够清静 缘不够好 这个是不是剑取剑 你要度众生 是不是要广学一些法 对 那道次第当然是主要 但是你不学 其中道次第以外 不学其他法 能不能度众生啊 能不能完全的利他 不行 所以这个叫剑取剑 指某一部分呢 认为他有煞下的剑 得这个执着进去了 有长衣自在啦 有独立实质有啊 有地实成立啊 有自信成立 再加上那个 对自信成立 你看找得到 找得到 他就最好最好的 没错 他就最好的找得到 最可爱的 最漂亮的 等等 都叫什么 剑取剑 不管你的身体 你的见解 你的财户 你的特点 你的品德等等 把它指为最好的 通通叫剑取剑 这个范围很广喔 非常广喔 好 再看 戒进取剑 那如果说 我一般蛮好的 像以前我们汉系的法师 就要看那个小孩子 啊很可爱啦 很老实 出家出家出家 那看到居士呢 像对佛还没有信心 出家出家 我孩子怎么办 没关系啊 要你别人担架 出家出家 你还在轮回中打滚啊 还不赶快脱离啊 对不对 都劝家出家 你们没有这种经验 有啊 没有啊 都劝家出家啦 那出家一定是最好嘛 每个缘起不同嘛 有人适合走出家这条路啊 有人适合在家这条路啊 没有一定要出家的啊 家能够学佛法慢慢增上 最重要是这个啦 能够在法上好好增上 每个人身份缘起不同 所以这个 这个不是出家最好的哦 把出家当成最盛最妙的 这个就嘛 见取见 要看缘起啊 在家身份 可以适合那个人最好的 那出家身份 可以适合那个人最好的 每个人的特质身份理解 还有各个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懂齁 这个很重要 看缘起 好 我们看第四个 借进取戒 未缘坏戒 坏戒就是说 他会让我们做坏事的 还有可舍之戒 什么叫可舍之戒 对我们的目标没有用的戒 对目标没有用的戒 可舍之戒 那极株形状鬼则 就是形状的位移 鬼则就是条例 那身与定转 就一定要这样子 你身体一定要摆 什么 像一般我们那个 以前那个儒家思想 你要一直走路一定要什么 端庄 对不对 然后呢 头不能低头 然后也不能弯背 头背 对不对 一定要什么姿势有没有 然后翘臀 对不对 挺胸 然后走路的手要怎么摆 有没有 有没有 以前那个古代的女众 现在比较开放 女众不要那么受苦 以前很受苦的 对 甚至要穿什么三寸金莲 所以从小孩子 他起来绑脚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穿三寸金莲 走路好看啊 为了走路好看 一个是说 从一个是走路好看 第二个是说 男孩子就要绑 绑脚 你就不会到处乱跑啊 你就会在家里 不会到处乱跑 千金大千金龟秀 就不到处乱跑 因为你脚走路 跑不快啊 三寸金莲跑得快 跑不快 跑不快 所以把你绑脚 就锁在家里 门不出 不出门户 就是大男主义的构想 如果是现在大男主义 男女不平等 对不对 好 以前会不会啊 班长会不会这样 如果以前当古代的官 你会要求你的家人要绑脚 那个 其实那个绑脚 那个应该是 法师这样讲是没错 但是 他有一个目的啦 好 其实你绑脚的话 你那个走路的时候 他变成会用到这个 这个臀部的地方嘛 所以 所以他这边的居度会比较好 所以说他主要是说 就是说 对男人的话 比较好一点的样子 男人不用绑脚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是说 对男人比较好 对 你讲到那边去了 他其实是有这个目的啦 好像不知道 不可说 不可说 我说 对生孩子比较好 对男人比较好 法师 我来一个 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说 所以 出家不跟不出家的话 如果 不出家 他的成就有可能 比出家还高吗 不一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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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可能 如果不出家 会比出家的他的成就还高吗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对啊 有在家的阿罗汉啊 有像 因为那巴也没有出家成佛啦 就不一定了 看你有没有用功努力才是重点啊 有没有用到佛法在生活中对劲 然后用到佛法在身心改变 那是重点啊 在家出家 不一定了 但是为什么要出家 顾先生 顾妈妈 顾爸爸 对不对 出家一个清静的环境 你看到都是三宝 早晚课都看到三宝 看到佛像 都清静的对劲 那你们在家看到什么 那有个小孩 妈妈一百块 我吃便当 要翻试啦 没用啦 都是这样对不对 妈妈我手机疼 妈妈我躺疼 妈妈我衣服 你帮我脱子 妈妈没有 你躺在哪 有没有 都是这样子 很多事 对不对 那早上起来 又不刷牙 就要吃饭 诶 怎么不刷牙 就吃饭 对不对 小子肠这样有没有 我是没有道歉小博不小胆 应该有吧 不刷牙就想吃饭了对不对 那也不洗手了 就想吃饭了对不对 这个都 所以是很多所事 所以要出家的 什么都不用管了吧 不是不用管啦 因为看不到 诶 老师 但是如果出家的话 他比较不会了解 这世俗的东西 这世俗的事情 那他要度众 会不会有比较困难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所以我是鼓励说 男众要当完兵才出家 因为当完兵 还有工作 工作一下 一年两年也可以啦 去社会历练一下 这道民间疾苦 再出家 那个悲心才会生得起来 我不鼓励从小出家 童贞出家 我不行 我不鼓励 除了再来人啊 那过去甚至有成就再来人 都体会过那没问题 如果对一个 不是再来人 就是 也是就是说 从小怎么都不懂 活法也没有说很深入的 没有很聚会很多的 从小出家 不好 因为他没有经验过世界的历练 等他 当法师的时候呢 那要 法师这个生活很苦啊 我重点是这样 出家生活很清淡很无聊很苦啊 为什么叫无聊 没有用到法就无聊啊 每天早上 清灯沐浴相伴 然后集体生活 早餐就是早餐的那个时间 然后出波出波的时间 然后上课上课的时间 都集体生活 没有自由的 那你要出去 不行 除了看病残出去 病残不能出去的 像我们还可以出去 看一看风景 对不对 不行的 那一个月呢 五百块 你出去五百块够用不够用 哈 你一天吃个便当也要一百块 那五天就用完了 那怎么办 所以你跑不出去啊 因为一个月才五百块 担心 你等用五天你就要回来 你想一想 哦我出去只能用五天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锁在里面 所以要用到法 出家很好 能够学到法 出家第一 因为可以每天用功 对镜可以用 因为三宝的镜嘛 还有同样是出家的同行嘛 还有师长嘛 所以很好的镜 但是不会用到法 很苦恼哦 每天睁开眼睛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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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上九点 打扮了 哦 看书 眼睛睁不开了 太累了 如果真的是没有 学法的话 变廉价劳工啊 一个月才五百块啊 要从早忙到晚啊 真的啊 而且而且是不是 这比 快二十四小时哦 早上三点 哦我们四开始 四点多 四点多做早课嘛 一直到九点嘛 你看中间都没有停 四点多到九点 中间才休息几个 九点到三点半嘛 七个小时 六个半小时 六个半小时没有工作啦 其他都在工作 或是都在做事 是不是 是不是 人家劳工 一个月才五百块 如果你 可以请很多人出家 供其他生活 供其他饮食 那每天工作 他这样子间 一个月五百块 老板赚死了 但是说我们是为佛法出家啦 重点是这个啦 如果没有佛法出家 真的是很辛苦的 很无聊的 那时候没有 就想着我要离苦得乐 我要离苦得乐 没有想到为力重生愿成佛的 对啊就是损失大的 这么又学到法嘛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就算大 是啊 如果能学到出来学一学 再进去就不一样了 真的 我出来学一学 哦外面这个法 通吸收人 或融会观众 再进去出家 就不一样了 你就会用到法 每天都在赚资粮 哇太好了 每天在赚资粮 以前就不懂啊 以前为了离苦得乐出家 世界的生活 没什么无聊 为什么无聊 因为我每天工作 从早上十点 做到晚上十点 服务业啊 脚底按摩的 每天工作完 我们半个月领事薪水嘛 半个月薪水五万多块 哇太有成就感了 就等那个五万多块的薪水 入口袋 然后过两天 就那个快乐感觉就不见了 因为要买房子嘛 要给我长辈住嘛 就为了一心意买个房子 给长辈住 就是每天工作 连礼拜天 礼拜六也没有休息的啊 因为礼拜六 礼拜天 客人正多的时候 怎么可以让赚钱 机会没有呢 然后从早上十点 到晚上十点 你说你晚上十点下班 谁要跟你出去 谈谈天啊 泡咖啡啊 喝茶 喝茶 人家睡觉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朋友 没有时间交女朋友 雅琳说你我也没什么女朋友 我没有时间交女朋友 因为把时间都在工作上 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买房子 买房子 买房子好了 就出家了 告诉我 我那个长辈出家 他就跟我说命 你几岁前 几岁前还有可能成家 几岁后你就不用想了 我就等那个几岁后 再跟他提出我要出家 马上答应 如果几岁前还没有 还没有时间没到 你问了 他一定不答应 就是因缘啦 所以那个 我为什么讲这些哈 就是没有时间啦 真的是没有时间啦 法师再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我之前有个同学 就是那个 他说他想要同真出家啦 他说想要发愿 那我不是说 同真出家跟没有同真出家 他有什么差别吗 有比较出生吗 还是说他会学法比较快吗 不一定 要看他有没有动力 同真出家是说比较 思想比较清静啦 比较清静啦 没有杂然啦 这个欲望也比较少啦 因为没有世间的磨练 勾引嘛 但是相对的 如果你真的世间历练过 你对该经验过 都看过了 虽然自己没有经验过 都看过了 好像我在服务业 待那么久 我看过啦 形形色色的人 像以前我们的 那个顾客很有名的 这个不能说啦 很有名的 都是大老板 大老板 都大老板啊 那时候 证券那个 以前民国80年的时候 那个股票 一万两千点的时候 那个什么四大券商 都在那边做保养的 都会谈什么 今天股票怎么样怎么样 还好我没有揽上去 一揽上去就惨了 就是他们讲他的 我要买房子啊 我没有钱去买那些 有的没有 万一没有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去揽那些 但股票上 喔好多喔 好多喔 我们那个同事很多 就打听 喔喔他这牌好啊 那这牌 名牌啊 还好我没有沾上 才能把子比较清静的心 所以 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没问题 因为不是这些不是都是巨生的吗 同真出家 对对因为我们的话 比如说身心方面 不是以前的巨生带来的吗 那是说在那个时候把它断掉 还是说怎样 不不不 现在是要学法啦 目的 你能断不能断要靠法啦 靠法 就是你没有 你同真出家也好 不是同真出家 对法的需求心够不够强啊 重点在这里啦 那我是被逼的 或是父母跟你讲 喔 什么 出家是世间低等人 对不对 有人这样说 那你就喔我世间低等人 我要做低等人就出家 可是你对世间的苦不认识 当你遇到苦的时候呢 你就会退 这条路好嘛 以前说低等人啦 可是这么苦 我倒不如回去做第二等人 也不会那么苦 不是也更好嘛 为什么一定要做第一等人 对不对 如果 班长我问你喔 如果做第二等人快乐一点 做第一等人比较苦 你要选哪一个 就是一跟二这样子 在那边跳来跳去这样子 跳来跳 还没有机会跳啦 没有 只能选一个路啦 然后跳一跳去 一下出家一下还属 一下出家还属 那女众不行耶 男众要有七次 应该是第二种嘛 因为第一种太苦了 可能怕自己承受不了 是嘛 所以如果说 他小时候被灌出这个思想 然后感觉 诶 其实我可以用居士的生活 来学佛啊 我不一定要出家啊 所以他会不会还属 你想 如果用居士生活 我也可以顾到生活 也可以快乐一点 也可以学佛 为什么一定要出家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样想 就一样 所以同样出家 如果遇到这种瓶颈 就不一定好 对不对 那这个趋势是结婚 还是不要结婚 比较好 看你啊 看自己喔 如果您 您适合结婚 因为你要照顾父母嘛 我先前提嘛 要照顾父母 父母会年纪老啦 那没有你照顾 他们没办法 生活下去 你一定不能出家啊 但为了照顾父母 刚好你一个人照顾不来 因为父母年纪大啦 很多问题 那有个学佛的同伴 菩提眷属 愿意跟你分担 愿意跟你共学佛法 那回家能够一起研讨 那以佛法的角度来生活 愿意得承担父母 这种重责的大人 你要不要成家 要不要结婚 因为父母还在啊 那这样子是可以啦 对嘛 是缘起嘛 那他如果说来破坏的话 看就不要了 破坏就赶快离 对 问题很难找 很难找 真的要相知 相知 能够知心的一半 真的很难 所以要慢慢找 不要急 慢慢急 不要急 法师请教 当年你从生团出来 为什么不会想要还俗 或是说 你出来就是很希求佛法 那一个心路历程是 是 因为我是为了学法才出家的啦 我目的就是这个啦 因为我是 以前在家这种生活嘛 每天朝时晚时嘛 就是12小时工作 回去就只能 洗完澡 睡觉 隔天起来 早餐吃一次 又准备上班了 根本没有快乐啊 都每天都在 为工作而工作 为赚钱而赚钱啊 所以那个生活已经经历过 我已经不想要这种生活 就离苦啦 不想这种苦啦 那偶尾会请个假去什么 打佛妻啊 像 像以前我们一个礼拜天 我还会用一个礼拜天来带共修 我是 当围裸嘛 像三美水餐啊 或什么 大碑餐啊 八十八火门宝餐 我们要当围裸 我声音 还可以啦 还可以啦 不是很好 还可以用 所以常去做这种引导 有时候 看一些书啊 就讲一些佛法的概念 都乱说一通啦 也不懂 大家都不懂嘛 我会说而已嘛 就是会比较会说 人就 哦好厉害好厉害 那个满足感 好像可以利益到一些人 虽然是乱说一通 但也是可以利益一些人 然后感觉那种打佛妻 那种快乐 那种念佛那种 那种清安啊 那种法喜 还有这样学佛法的领域中 就感觉那种快乐 比对我这个世间的那种赚钱的痛苦 我会觉得欸 这个好啊 会抉择嘛 我不要痛苦 我要快乐嘛 就离果得乐嘛 那我想 如果每天能够念佛 每天能够这样的快乐的生活多好啊 那什么样的角色 能够每天过这种快乐的生活 哦 出家 所以我曾经四次短期出家哦 我不是盲目的哦 我去试看看 这个短期出家是不是很快乐 所以那个文书讲堂参加两次的短期出家 泰国参加一个月的短期出家 还有金律师参加半个月的短期出家 欸 感觉真的不错 感觉真的不错 不过那是因为短期嘛 我都没想到长期 想到短期不错 应该长期很好啦 这个是错误的概念啊 然后就慢慢 钱赶快赚赚 那把房子买好了 带款也护清了 那长辈也可以安住了 那我就赶快出家 找师长嘛 那师长也是 透过求观伯萨 跟我指示 在梦中出现我的师长 哇 确定就是这个 就勇往直前的 就是过年后 过年后 然后就去求剃毒 求出家 那师长说可以 我本来是 那个皮包都整理好了 都可以马上住下来 可是呢 他就叫我回去 那回去后没关系啊 等嘛 就等嘛 工作通通辞掉 那靠自己的那个 还有一点点剩下的那个 账户的钱 就过日子 那每天就祝念啊 共修啊 念佛 哦 那半年也是 过得很快乐 只是那半年过得很快乐 那 那 为什么要 所以是为了缺乏啦 所以为了学活 我感觉这个都值得啦 所以出完家 那个 刚刚我们师父就是中风 没办法教我 年纪 所以我感觉这个不是我要的 如果说要过生活 我回去过生活很好啊 因为我隔月赚十几万啊 我现在贷款的护清啊 你光存钱 一个月可以存七八万 都没问题 因为我生活很简单啊 就是 都没有用到钱啊 没有机会用到钱啊 十点到十点 在工作 回去就只有睡觉 没有用到钱啊 以前不是什么上网啊 什么智慧手机都没有嘛 也没有手机啊 都没有手机啊 没有概念啊 我想如果 如果这样的生活 如果 如果继续这样的生活 倒不如回去 过我自己单身的贵族生活 学佛法的生活 可是想说 我既然 知道那个世间的过患 世间就是这样子 看到很多人 同事之间啊 什么 你啊 你请我爱啦 还有很多感情的纷扰啦 还有很多 小孩子的问题 哎呦 这个我不要 这个不是我要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就觉得 既然是要学法 那这个 身团没办法带给我利益 我就 找我比较相应的法 那本来是要 找那个 我喜欢密法嘛 密法 所以想找密法的身团 结果那时候没有密法的身团 那刚好我们一个 金刚上司 他说 那个 一个金刚师兄 他说 某某人跟打赖法 有很好的关系 那我想 那应该有学密法咯 我就是保密 刚好进入佛学院 佛学院 他就答应我进去 那经过一番的这种挣扎 就去了 去了 就跳不出来啦 因为找不到更好的 见取见 找不到更好的 这是一呆呆十一年半 十一年半 十一年半 因为刚才想学法的心态 一直延续嘛 学不到 你心越渴求 越来越渴求 我不是为了生活而去的 生活回家更好生活啊 我是为了学法 所以十一年半 一直求 每次念到文殊菩萨 就痛苦了解的 文殊菩萨 那个 就是 过一 那个 第一听 那个 那个 文殊菩萨 那个歌 每次半夜 就一直念一句祈求 痛苦了解的 我有学法 所以为什么学好 你这个心 当你离开那个团体之后 哇 原来外面的佛法是这么多 现在那个大海下 你可以乐运地遨游 很快乐地遨游 在佛法大海里面 多舒服啊 就像那个小鸟被关了十一年半 忽然放出来 好棒喔 海阔天空 所以你对学法就会很耗耀 很轻轻 苦啦 苦了 重要是苦 你的所求 没办法打承 那个苦 逼迫你呢 当你得到东西你会 就像那个海绵一样 一直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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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没饱之前 你不可能放弃 一直吸一直吸 所以我学就会很快 我学一年半 大概一班去那边要学四年五年才学完 我快速的学完喔 我同时请四个老师 两个社内学 一个心内学 一个地道 一个中医建立 四个老师 讲学 同时学喔 同时学喔 你说你吸收好不好 当然吸收不好啊 但是因为有个概念 那概念 那同时学 那感觉都文字 我回来就 就开始沉淀下来 那这个文字 怎么用在生活中 那再跟 一个仁波切 葛西 阿里想活学会 可以跟他学 那可以时间沉淀下来 有问题就问 吃饭的时候 有问题就问 慢慢的把那个基础 慢慢定立起来 就是对法要需求 重点这个 目标啦 对法要需求 不是为了三餐 所以我这样出来的 然后跟一些以前的老朋友说 哇外面多好啊 法这么多 可以学啊 为什么不出来 他们就不想跳 甚至说 我在诱拐 身中出来啦 嘿 我是假荷道修薄 这个不是诱拐 好 变个污名 如果你这样 我为了你好 你要去跟人家告密 说我在诱拐你 因缘窮此断啊 看缘起啦 就只能这样 所以所求不一样啦 所以我感觉 对佛法要需求 这个很重要 不然在家 出家 这个很重要 这个能够增上的主因啦 如果你对佛法需求 你能够学到法 在家出家 都可以 都可以 看缘起 哪个适合你 你就走哪一条路 没有一定的 好 这样可以吗 所以借尽许借 对对那个 会让我们做坏事的坏借 还有呢 对目标 处理跟生活 没有意义的可舍之借 还有呢 只是多一个外向的 这个威仪 威仪 像生活的示威要怎么做 还有呢 一个规定 那一定要 规理身与定转 你的外向 一定要跟这个借律要一样 就一样 就一样 像说 基督教什么 不能贾乎 对不对 不能拜拜 对不对 那个是规定 可是那跟卸托无关啊 那个就叫借 借取借 那跟卸托无关 那个规定跟卸托无关的 就叫借取借 还有呢 所有的邪禁 就是错误的禁止 规定 好 还有所有 圆彼等所依止运 就是说 你呢 身体要怎么样 例如说 到某个场地呢 你一定要嘛 要摆什么姿势啊 或是要行什么礼拜啊 等等 这个 就不一定的 所以所欲之运 这个不一定 还有 见为人净罪恶 例如说我们讲 男子共佛 以前有没有 民国初年 那位男子可以消除罪恶 那些都是借律取借 跟卸托无关啊 还有什么 要什么 如果说是基督教 要嘛 洗礼嘛 洗礼嘛 这个禁除罪恶嘛 这都是啊 还有 能解烦恼 吃什么东西兴趣呢 这烦恼就不会生起来 有没有 吃个咸丹 那烦恼就没了 哪有这么好的 还有呢 能出生死 信我则得永生 有没有 能出生死 这个呢 都叫借律取借 朗恶为信 就是朗乌的那种邪见 惠就是我们讲邪见 朗乌惠就是邪见 那朗乌惠呢 我们之前有讲的 忍欲 绝观见 这个不说了 比较深 这不说了 好 所以这里呢 那还有一点 我们 以我们出家 这种现在出家来说 还有一些是 戒性举戒 就是 持戒相 不中戒体 我们是为什么受戒 我们为什么要出戒 就仿非指恶而已 为什么要受戒 仿什么非指什么恶 我们为什么要受戒 先第一个问 为了卸托 为了卸托成佛 没有想过才想不出来 我是为了卸托成佛才受戒 为了卸托才受五戒 别卸托戒 为了卸托才输家 输家戒 对啊 这基本的咧 那为什么要受菩萨戒 那为什么要受菩萨戒 来受这个戒 把这个出离心 当成你的液体 就是我一定要没持戒当下 要以出离心来持戒 那能义能耻能防 戒体有能义能耻能防的功效 对不对 那义跟能义 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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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三宝跟平常过一就考了啊 意念什么 人取人舍 人取什么 舍什么 要取什么 舍什么 取善舌恶 那你做世界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受菩 世界人是取善舌恶 之间的可以做到 不一定要受戒啊 不一定要受戒啊 为什么要受戒 但是假的 以出离心来受戒 所以呢 为卸托嘛 对啊 我是为了卸托来持这个戒相啊 不是意念戒相哦 是意念你的戒体哦 我们都把它意念戒相去了 是戒体哦 所以因为戒体才能够有开圆嘛 开遮持饭嘛 这个戒体为标准啊 所以为了卸托这个戒相才可以开跟遮啊 这样了解没 如果这个戒体都不见了 你开什么 遮什么 哈 开什么遮什么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们如果说帮忙在戒 那如果今天胃痛得不得了 那医生告诉你 要吃东西胃才会好 你要不要吃 吃了就犯戒 不吃了身体会搞坏 你要哪一种 吃 为什么要吃 对 班长答对 为了卸托我身体要照顾好啊 我身体照顾好 学活都不可能了 还要谈什么卸托 所以这个有没有犯戒 可不开圆 可以开圆哦 为了卸托而吃晚餐薄了 胃照顾好身体照顾好 这个是可以开圆哦 这样了解没 那开圆有开圆的仪式啊 你如果找到大德 大德心念我 那个幽婆社或幽婆某某某 因为身体必难故 金石非石将 请大德编授 做个仪轨啊 跟人家讲一下 找不到大德就找法师啊 法师有电话啊 赶快通一下就好了 也不用当面啊 通个电话或Line 写一下啊 这个Line那么方便 哪有找不到大德 当然可以啦 佛向前他不晓得啊 你会找借口啦 因为我跟佛说了耶 找借口啊佛也不知道 请佛来证明 我能不能请出来证明 不行嘛 我跟某某人说 我可不可以证明 可以啊 如果你找修慧可不可以证明 他说可以啊 因为他请得出来啊 因为佛请得出来没 对而已嘛 你说佛请不出来 我跟佛说了 谁证明 这个要告诉别人一下 这个同行啊 同受五戒的 或是同受八戒的 不然就找法师这样 这样了解没 所以纳法成业这个法就是体啦 目标啦 所以能益能持能缓的益 益就是益起你的目标啦 懂不 为这个目标再持戒相 持戒啦 益是益目标中子 那个法体 那个体 然后再益 这词就持那个戒相 以这个法体的目标 来持戒相啊 持戒相 这个戒相就防法 防什么 防非之恶 就是什么 防你那个 破 犯戒 这个生语啊 就防身口嘛 防犯戒的生语业 想问你 这个宗旨很重要啊 目标很重要 所以为了卸托来持戒 所以跟卸托无关的 这种规定啊 还有戒条啊 都叫什么 戒 禁取戒 跟卸托无关 好 法师刚才你说 防身语怎么没有讲到义啊 因为他别卸托戒的重点在防身语 不重义 菩萨戒在重义 别卸托重点在身口而已 那这样子变成小圣的嘛 不是 别卸托戒本来是小圣戒 菩萨戒才是大圣戒 是这样子 是 但是义最好不要有那个吧 因为生语就是有义的推动嘛 但是他犯戒不犯戒 从生语来判 不是从义业来判 不是从义业来判 讲解没 菩萨戒就要防身口义了喔 对啊 从义先啊 义先 先遮义 义没有了身口就没 所以如果持戒相 然后不重视戒体的呢 我们叫什么 戒静取戒 可以 OK 好 那我们看第五个 斜戒 那斜戒呢 就是对于主要是讲那个 前后世 是业果世帝三宝 前后世的业果世帝三宝的部分来说 那我们看这个 斜戒者为棒 所以斜戒呢 如果是异业是欲棒 但是还没有棒 三口的话就棒了 就欲棒 欲棒就是说没有前后世 就有前后世 就有前后世 你把他说没有前世 有业果你说没有业果 好 或者既自在 就自在是大自在天 圣性就是犯天 大犯天 他为众生因 众生因 例如像讲基督教的天主 他认为他 那个所有众生都是他创造出来的 就是大犯天的思想 大犯天的思想 色戒天的大犯天的思想 这个也叫邪戒 大犯天本身也是邪戒 它是属于长 长边的邪戒 认为万物都是他创造出来 属于长边的邪戒 那没有前后世 没有业果是断边的邪戒 我们那个一般 我们欲戒的众生是属于 断边的邪戒 那大犯天 它本身是属于长边的邪戒 讲解 那长边的邪戒是还好 断边的邪戒就 比较不好 因为他认为没有前后世 就不会种善因 没有业果 没有失地 没有三宝 不会种善因 毁坏未来的善根 那这里部分呢 有断边的邪戒 属于欲戒 长边的邪戒 唯 大饭天的天界 那这个都是错误的智慧 唯性 然会唯性 这总共有十个烦恼 那十个烦恼呢 吉论 云邪师弟论 还有五韵论 大圣五韵论 这个你从心内学 如果我们可以 心内学里面就有详细的解释 所以心内学的部分 好 对于 死烦恼的 这个明相跟内涵 有没有问题 明相跟性相 这里讲的是明相跟性相 有举例 这个是从极论 跟大圣五韵论 结论出来的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看这个是个烦恼 它升起的次第 那这升次第呢 一般我们都是以 撒迦也见为先 撒迦也见 那这里呢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说 许 撒迦也见跟无名 是不同的法 譬如说 盘神 神只盘在那边 因为呢 略降黑暗 就看不清楚 略降黑暗就是看不清楚 然后呢 于 神 实体实在是神 那不能明了 看不清楚 就于比 睡起 直舌之觉 把它看成舌 如是障壁 明见 运提 所以 能够障壁 我们看不清楚的 这个 无名呢 由无名 暗 勿运为我 所以由无名 暗为我呢 从此发生 注意烦恼 就包括什么 撒迦也见 所以先有无名 不明了 再产生 撒迦也见 这是 就是 讲无名跟撒迦也见 不同的说法 这样合不合理啊 合不合理 感觉蛮合理的 好 第二个呢 认为 无名跟撒迦也见 是同一个的 就是 即撒迦也见 为烦恼根本 此不尤其 撒迦也见 只为我已 认为 撒迦也就是 把 之为什么 我 就是 长一字 再来 把他当成 长一字再来 把他当成 不是我 然后 最即 分判 至他差别 就是我 跟他的差别 所以撒迦也是指 治方 治方 不是指他方 他方的不得求 不叫撒迦也 是治方 我跟他不同 我跟他不同 所以我是长一字再的也好 我是独立十字有的也好 我是自信成立也好 第十人 東通教式撒迦也见 不同层次的撒迦也见 好 所以分拌至他 如是分以 贪着自党 所以他是从 那个什么 我把它写一下 所以贪着自党 就变贪心 就出来了 称慧他平 称心 就出来了 言我高取 就慢心 就出来了 然后 指我长断 就是鞭子劍 就出来了 那 以我劍等 即比相属 所有恶行 就包括什么 第一 就是 怎么讲那个 我劍 我劍 就上下来劍了 以我劍等 比 相属所有恶行 相属所有的 包括什么 借劍取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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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为第一 就是 劍取劍 如是便于开示 我偶之大师所说 夜果是第三宝等法 邪劍未无 霍乎生疑 就认为没有 或是对他产生难无疑 唯有 唯无是也非有 就难无疑 这如是量 有我之有他 只称至他分 于此等细数 生与全果实 我把它写一下 我把它写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笔怎么不见了 白斑笔 谢谢 一般来讲 我们之前有写过了 再写一下 一般讲无名 如果总相来讲 我们讲 蒙昧无知 刚才讲 那个 黑暗 那蒙昧无知 只有科派有写过了 再写一次 第一个 就是对于真上身不了解 叫夜果瑜 对不对 四号才写的 第一个是 生死异鱼 那这些鱼 都叫蒙昧无知 鱼 鱼就是蒙昧无知 对夜果方面的蒙昧无知 我们叫夜果瑜 对空性无我的部分不了解 蒙昧无知 我们叫什么 真实异鱼 这样可以 所以对夜果一不了解 我们叫什么 障碍增上身 就下一身能够往山上去 就可能障碍了 那这个呢 我们障什么 障 决定身 究竟决定身 就是卸脱啦 成棚啊 就是卸脱啦 就难了啦 对不对 我这样写好像 后面我写不下 把它写在下面 好了 那真实异语呢 我们可以分几个来说 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讲烦恼障的部分 一个是讲烦恼障的部分 那烦恼障呢 我们可以分为 如果是硬成派啦 我们可以分为什么 这个 好 是 我质 还有 第一个 我质 第二 好 烦恼 好 第三个 我质及烦恼的 种子吸气 我质 我质呢 好 我们可以分成几个 好 这个是 如果从硬成派来讲 还有包括什么 法我质 好 第二个 不特切的我质 那不特切我质呢 又有分 好 他方的 还有次方的 那次方的呢 也包括什么 我 我 我 跟我质 那这个字方就称为什么 煞加也贱 就是字方的 所以从根本来说 无明是统色一切 謀媚無知統色一切 所智障就包括 我知及煩惱的非種子吸氣 第二個是二顯 二顯是不是很多宗派的認定不一樣 二顯包括 第一個世俗法的顯現 我幫我含異共一下 第二個心跟靜相依的顯現 第三 自信成立的顯現 從應成範來說 這個叫所智障 我只少一個字 所以在撒迦的現 只是在無明一個小部分 所以之前講的先由黑暗產生撒迦也是合理的 因為先有無明 那不管你既然有夜果魚就一定有真實易語 因為真實易語也包括因果緣起 最小的真實易語就是你會不懂的夜果緣起 最低的緣起就是夜果緣起 所以既然不懂夜果緣起就等於什麼 不懂什麼 那個夜果真實易語 所以我無明就一定 就是嘛 有夜果魚一定有無明 所以你可以從先有夜果一個無明 那個夜果不了解 再產生撒迦以前也可能 對 有沒有可能 或是先由所智障 再產生防腦障的撒迦 有沒有可能 因為所智障一定很堅固啊 它到八滴的時候才開始斷了 所以它最細的 所以由所智障 才引發那個 間接的產生撒迦的撒迦 所以這個第一個感覺蠻合理的 先有按配按嘛 再對撒迦執著 所智障是最細的 那為什麼講撒迦埦是 跟那個什麼 無明是同一個 它是講什麼 講十二元起啦 這不是從 唯一的是十二元起來說 第一個是無明之馬 這個無明呢 這個在中派大聖小聖判的不一樣 這是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呢 無明呢 最根本的就是什麼 撒迦野劍 根本喔 所以你破撒迦野劍 就等於破無明 因為你一法通 白法就通 所以你只要破撒迦野劍 我直就可以破掉了 是從十二元起來說 所以從十二元起的角度呢 無明等同撒迦野劍 那從 生起次第來說 無明跟撒迦野劍不同 從生起次第 跟無明 那個十二元起的無明 那個角度 兩個角度不同 所以這裡沒有講清楚 兩個角度不同 所以以 我們講法聖論師所說的 它是從十二元起的無明 來解釋 無明就是撒迦野劍 因為你破掉 撒迦野劍 第一個無明形的無明 就沒有了 從洩脫的角度來看 從十二元起 滑滅元起來看 滑滅元起 就無明破 無明滅 行就滅 行滅事就滅 這是從十二元起的無明來解釋 另外呢 是從四地的 無明的範圍 包括這麼多 對不對 那撒迦野劍是它最後啊 全兩個角度不一樣喔 沒有誰對誰錯 都對 只是解釋的角度不一樣而已 好 了解咩 我值跟著 第三者我值是煩惱之中 就是 煩惱的奇跡就會引發 我值跟煩惱 但是有我值會生煩惱 我值是根本 但是我值生成煩惱 不一樣 因為煩惱是新鎖 我值是新王 我值是新王 煩惱是新鎖 煩惱 欸法師那如果是說 像我們都了解葉果 那我們是不是就沒有葉果魚了 你有了解葉果嗎 要很細嗎 對啊 那個了解是要傳比量咧 喔要比量喔 有喔 不是說我相信就這樣了解咧 你會想要殺螞蟻 我想要 人家 就是說 我們講 應該什麼 我們講誠惡 什麼 打抱不平 拔刀相助 有這種想法 以前會 現在會不會 現在不會 以前又為了同事會去殺人 那個一些 那些什麼 十七八歲 十六七歲的時候 兩類插刀對不對 對 對 你只要相信夜果 連壞事的想法都不會陷起來 想做壞事的念頭 一念都不能喔 對 對 那這樣子才有辦法說 沒有那個夜果魚 是的 那不是要成佛才沒有是不是 沒有啊 就下世道就必須具備了 供下世道就必須具備了 就夜果魚就要破掉 對 對 對 就是你不能有想要做壞事的意念 對 那不是要正果才有辦法嗎 哪有 下世道而已啊 那是正果 對啊 廣論的供下世道啊 以後世為主啊 今生為福啊 後世為主就是想到夜果啦 但是那個可能意念上可能比較沒有 因為有時候它會突然 不是我們要願意的啊 對 那個就是沒有比量嘛 所以如果有比量 就完全就不會有那種不好的意念 或者說意念出來馬上就停了 馬上停是吧 不會等到喔幾分鐘還在思考 還有玩味 喔多好喔 那法師你目前沒有越果魚了 你有喔 我有我有我有 我確定我有越果魚 還是會去思考就對了 對 我看到蟑螂這麼可惡 還想怎麼把它除掉 可是想不能做 可是想不能做 還是念想多 因為我家蟑螂 那倒是很刑霸道啊 我在上那個Skybia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那個裝的跑到我的螢幕上 咧 不是一隻兩隻三隻咧 把它擋住了咧 你說除掉是說 要把它殺死 不是 趕走啦 趕走喔 那我們應該 這樣趕走可以啊 你不行嗎 他會受苦啊 他快樂當中 你把他殺趕走了 這樣子不行喔 就是有傷害到他的意思 這樣有傷害到他嗎 有啊 他們快樂 你把他趕走不是抗害到了 你在吃大餐 真享受的時候 班長有事 趕快跟我走 馬上 等我吃完嘛 馬上 你不是痛苦 會不會痛苦 我那種法師想的 比較蠻細耶 我那種法師想說 如果說他走就ok了 因為我沒事可以想嘛 都想這些而已嘛 每天打盡不敗 要考慮到他的臉場 考慮到他的臉場 考慮到他的臉場 那最好的做法嗎 是 最好的做法嗎 我有待解決 還沒有想好 是喔 好 這個就是葉果魚還是有啦 還是有 所以真的能夠 沒有葉果魚的呢 一般來說 我一定要加鹹到冷味 給你成就一下 那我是應該的啦 我這個是正常的 加鹹到冷味 就不會造惡葉了 連異葉也不造 就對三寶葉果四地 產生一個任運的 那種那種那種 正量 好 那這裡就是說 我們講一個不同的 就從這個次第升起來說 種跟別 這個是兩個不同法 無名跟沙迦 如果講同的是 從十二元喜的角度來說 這兩個是不同角度的 沒有對跟錯 都對 因為廣路沒有剪清楚 所以特別標明一下 好 可以嗎 好 所以是升起次第 所以對於我們先 撒架一件環擾根本 這第一個 那由撒架一件職為我 就是我 是藏意自在的 或是獨立實質有的 或地實成立的 或知識成立 所以就分判吧 自他差別 自他差別 那自他差別 就是這樣分的話呢 就開始囉 後面的煩惱就升起囉 如果把它當成是 我跟他一樣的話 那個煩惱不會升 我會想要利益他 就是因為他跟我不同 所以呢 他的痛苦快樂跟我不相關 才後面煩惱會升起 所以第一個會產生這個 後面煩惱 都是由自他不同來說 自他不同 後面才產生煩惱 如果我們感覺 他就是我就是他 我都要利益他了 對不對 怎麼會傷害他呢 所以因為感覺自他不同 因為撒架已經 把它分判出來了 我是藏意自在的 他不是 他是無常的 嘿嘿 我是殊勝的 他不是 他是低劣的 這個自他不同 那這樣分別之後呢 後面就寫什麼 先升起貪 貪著自打 所以我要為了我自己好 然後呢 當別人好 或是侵犯我的時候 就稱惠他品 我的利益 別人侵犯我的時候 就產生稱惠 對不對 貪求我的利益嘛 貪 然後別人損害 會造成利益損害的 就稱 那稱的時候呢 那你就問 為什麼稱 同樣 他要得到快樂啊 為什麼 為什麼他 他這樣做 就損害到你快樂 你就產生 因為我的快樂比較重要 我比較殊勝 就請慢 是不是這樣 如果感覺他的快樂比較重要 你會讓給他 我們問你齁 你對小孩子來說 同樣吃一個蛋糕 你孩子喜歡吃 你也喜歡吃 你會讓給小孩子自己吃 對嘛 那你為什麼對小孩子不會起慢 不會起撐 可是對沒有 跟我們沒有認識的 同樣搶一個東西 你會不會起撐 譬如說去自助餐吃 是怎麼辦 剛好看到一塊 剩下一塊 你最喜歡的 不論是什麼 南瓜啦 或是什麼 豆腐啦 結果那一塊 你本來走在前面 他就鬧到前面去 夾 夾走了 你會起撐 現在不會啦 確定 心裡會感覺怪怪的 平平排隊我在前面 怎麼後面 把他排到 把他夾去 排隊有先後啊 如果你想到 他 需要快樂 比我更重要 你就不會起撐嘛 你就感覺我快樂比較重要 我的快樂比他重要 就會起什麼 起撐啊 那這個從哪裡來 從慢心來的啊 我比較重要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快樂 比別人 任何人都比較重要 那單純小孩子就不會啊 為什麼不會 因為他是我的嘛 統一體的嘛 沒有差別嘛 對不對 他是我的嘛 所以如果不認識 就變成這樣 他根本不是我的啊 他不同體啊 對自己小孩就沒關係啊 對自己先生也沒關係啊 對自己先生也沒關係啊 他是我的啊 我媽媽長輩也沒關係啊 所以是再重 前面在哪 分半自他差別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分半自他差別 你根本不會起撐 我利益他就更好啊 我根本要自葬為己有 他吃越多越好啊 對不對 然後就因為前面 要分半自他差別的撒架也見 先開始 後面種種煩惱就生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最重要要去什麼 撒架也見 分半自他差別 那既然起慢心 我的利益比較重要 我的快樂比較重要的時候呢 就變成有長質啊 我要永遠快樂 我只要一時候不快樂 別人造成我一時候不快樂我就 打擊 就什麼 就長邊 那別人的快樂可以不要的 都可以消滅掉了 就什麼 斷邊 我們是說這樣 為了保持那個自己的快樂 就消滅別人的快樂 每天有沒有這樣做 有沒有 叫意見不合 冷戰 你不尊重我的快樂 我就消除你的快樂 今天不煮飯給你吃的 早上本來泡咖啡 來給他的 今天不泡咖啡給他吃 消滅他的快樂 有沒有這樣 沒有喔 好厲害 都沒有 我是看連續劇好像都有耶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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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啊 連續劇就代表人生嘛 不是嗎 不是每個人 但是一般的人生嘛 因為如果說我的家人跟我的意見有不同的話 我就想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這個 對對對 這個是不是要思維是 到底是 對還是錯 是說哪一方面對 你順著他 我們現在要有應成派的見解 我先順著他 他高興了以後 我再講道理 剛開始講道理沒用的耶 懂齁 男孩子都喜歡講道理啦 女孩子要體會我的感受啊 男人跟女人想法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 女人贊懂齁 我做人錯啦 你順著我 我才會聽你的啦 對不對 如果你講道理根本沒有考慮到感受 我連聽你的道理都不想聽啦 是不是這樣 女孩子是不是這樣 懂齁 班長懂齁 你要有練習的機會 我是沒有練習的機會 所以跟女孩子在鬧義界的時候 先順著他 先順著他 然後去讓他快樂一點 後面再講道理才有用 但是老師你還逼我懂的女人耶 我看連續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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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劇是這樣演的 先順著他是說不要跟他 不要跟他起衝突 對 對對對 那要不要 要不要稍微八戒一下還是說 你看八戒有沒有用 看那個高興這樣子 現在是說 他的意見是這樣 你順著意見喔 所以我也說八戒錯誤的喔 因為說我跟他鬧翻了對不對 意見不一樣對不對 他明明牙膏要擠 你要擠前面 然後呢 就堅持擠前面才對 然後呢 就買一朵花 對不起 我送你 我知道你不高興 送你一點玫瑰花 你想他會不會收 會不會收 因為你沒有 見解還沒有認同我啊 收你玫瑰花幹嘛 對啊 而且浪費錢 你只要 只要跟我意見一樣 牙膏從後面擠 我就馬上開心了啊 你送那個玫瑰花幹嘛 這個沒有聚焦 對不對喔 沒有聚焦啊 所以你呢 原來 太太你對 太聰明了 怎麼沒有想到有這麼智慧 我怎麼那麼少沒有這麼智慧 跟你學習 牙膏應該從後面擠才對 好 他就高興的不得了 這比送玫瑰花更好 對但是這個是對 如果是說他從前面擠 我要跟從前面擠 還是說我不能順他這樣子 也可以啊 有什麼不可以 也可以喔 有什麼不可以 那錯的話 如果他錯的話 也要先順他 先順他 先順喔 小事喔 小不想大事喔 小事喔 生活中的小事喔 就要順著他 就是無關啊 跟卸托跟成果無關啊 先順著他 他高興以後再講說 為什麼這樣想 再溝通 這才會溝通起來啊 不然你堅持就 你的意見這樣這樣 你不 就是堅持意見 那你去買玫瑰花送他 不好啦 沒有用 好啦不高興 我們去吃大餐啦 我才不跟你去吃了 我自己吃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個 女眾這邊是不是 陳許這樣子呢 我不曉得啊 要 你們要陳許這樣子嗎 剛才我講的女眾的心態 陳許的請女眾舉手 蛤 有兩個咧 其他不陳許嗎 確定 跟先生鬧意見 先遵從我的 先聽我的 那順著我 我再跟你講道理 是不是都這樣 第一個念頭是這樣 沒有齁 你們都好有智慧喔 那先生不就有個性嗎 那先生是大安主義 你聽先生的 但是男人應該是先聽你的 那女的當然是尊重男的 先聽男的啦 都互相啦 但是一般來說 我看到現在年輕人 都是先男的聽女的 結婚後啦 婚前男的會聽女的啦 婚後是女的會聽男的啦 已經跑不掉了嘛 所以男的就是你要聽我的 對不對 但是我好像相反耶 我婚前我太太都聽我 婚後她都不聽我 變成我要去聽她的 不是 因為婚前她慢慢有 那她對你有仰慕 那種崇高 那個崇拜那偶像的 那種粉絲的心態 所以她把你當成是 我的最重要的 所以聽你的 婚後已經看了什麼都知道了 已經沒有什麼稀奇了 所以變成你要聽她的 上了賊船的 對 男的上了賊船 這個不同的心態啦 那她反過來說 你的對婚前那個女的 哇 這是我追求的那個 賢妻良母的偶像 你就會聽她的 所以這是 心態的後患而已啦 小心喔 以前的偶像的形象已經不見了喔 形象不見 要創造一個新的偶像 好 可以嗎 所以對於我見 就撒迦也見 相屬的惡行 惡行就是借盡取見 借盡取見 認為說 我的見情應該怎麼樣 想說擠牙膏 應該後一擠才對 你就要聽我的 那個叫借盡取見 這跟謝托無關啊 為什麼為這個小事在吵咧 甚至為這個小事然後離婚了咧 有沒有 我甚至有一個同學 他是管小兒子的方式啊 那個母親是說 你管小兒子要用說的 講道理 讓她明白 她承認錯了 就手心打一下 表示一下 爸爸不是這樣 看到錯就馬上打 不講道理 所以兩個教小兒子的方式不一樣 那太太說 你這樣教小兒子沒辦法增長 我要離婚 所以為這個小事 對不對 可是兩個都要離婚咧 快要離婚咧 我在說不要啦 為什麼 已經有小孩 你離婚小孩痛苦啦 那兩個夫妻好好溝通嘛 溝通嘛 他說溝通過了 每次講完了 他又是這樣做啊 總是人家要學習一個空間跟時間嘛 讓別人練習一下 你不能一下講他就馬上改啊 因為你要考慮他 他以前的那個父母怎麼管他的 也是這樣管他的啊 以前的父母他也是這樣管他 他都習慣了嘛 所以父母教育很重要 家庭教育很重要 他的生活 他從以前的父母教育就這樣傳下來 他馬上跟你結婚 在短暫的一年多 能夠改變嗎 而且小孩子出生才兩個月嘛 三個月 你這個三個月能夠改變 他二三十年的這種 這種串息嘛 對啊 打屁股啊 玩那個吃豬子到嘴巴嘛 有沒有 會爬了沒 會走了咧 三歲 說錯 錯誤錯誤 三歲啦 三歲 三歲 就三年了 從開始會打耶 也是才幾個月而已嘛 所以他 換成二三十年的經驗 你用幾個月跟他 跟他這樣溝通 能不能轉過來嗎 能不能 難啦 所以要給他時間練習啊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 所謂的那個 比相熟所有惡行 這跟卸脫無關啊 你就規定東規定西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常這樣 所以結婚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一個人要完全融入另外一個人的生活 最難 因為不同的環境成長的 不同的背景 那你要去克服兩個不同的相異點 這個最難 好 所以我們看 職為第一 並且認為我這個惡行惡劍呢 認為是最殊勝的 叫劍取劍 所以有分 貪 貪著自擋 就從薩劍開始喔 貪著自擋的貪 稱為他品的稱 原我高慢的慢 指我長斷的鞭持劍 並且於薩架劍 跟彼相屬所有惡行 借進取劍 還有職為第一的劍取劍 那這個部分呢 都叫痴 都叫痴的範圍 這是從那個 那個 試量論的解釋的次第啦 如是鞭於開示 無我之大師 無我大師就是講 講空性 講空性的這些佛 有師 師長 師就是講那個 也有佛啦 還有八位善之士 所說的 葉果是第三寶 等法 那這個等法呢 認為邪見 並沒有 為無 就是沒有 沒有葉果是第三寶 混物生疑 對葉果是第三寶 產生 懶無疑 可能沒有喔 那佛是不是有 講錯了喔 就是懶無疑 為有 為無 是也 非也 那是人們把這個次第呢 講一下 有我之有他 就是撒迦來見 有我之 就有他之 這個伯特求的 他方的伯特求的執著 那之後呢 直稱 直稱 至他分 於時等係數 生一切過世 他是總色 好 這是煩惱 升起的次第 好 大家有沒有問題 他說這個 有我之之有 他之是什麼意思 就 這剛才不是個 白話文 在導述 第四行 由撒迦也見 只為我以稅疾 分叛 至他差別 就講這個內涵 就是 我只才知道 沒有更別人的差別 由我之之後呢 就撒迦也見 我之 分叛至他差別 他解釋這個 他解釋這個 剛才的法師 因為你剛才講這個 我剛才想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我的想法 就是說 法師 你如果看到蟑螂有沒有 剛才我聽你那句話 我有點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蟑螂 你又把他當作自己是蟑螂 這樣可能就比較不會 對他有排斥這樣子 他這個還做不到 他當成是我親朋好友 比較做得到 不要當成我是蟑螂 你不要當成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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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他交換 你不要當成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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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跳起來了 還扮成我是蟑螂 那還得了 像我兒子就很怕蟑螂 你不要當成蟑螂 你不要當成蟑螂 我問他是說蟑螂 會很蟑螂 蟑螂 他就是這種想法 但是我覺得不會的 我還好 不是啊 每個人習氣不同 像每個人的那個 那個忌諱的動物是不一樣的 像我最忌諱的動物 什麼蛇 老虎我都不怕 怕什麼 死老虎 很臭啊 因為以前小時候 我那個床是木板釘的那個 一個木頭高起來嘛 床下可以塞東西的嘛 然後那個死老鼠就在裡面 臭到要命 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所以我小時候就忌憚那個 就那個印象很深 就是我最怕不是活的東西 是怕死老鼠 所以每個人忌諱的東西不一樣 過去生帶來的啦 或是小時候熏息的 不能說你的情況 就要兒子要要求這樣 那不一定的 要看它的緣起 所以你要你擔心什麼 你怕髒 要去想一下什麼髒 如果你那個弟弟 弟弟在那個泥泥蛙裡面 混來吃了 混來會親他們玩 你要不要解救他 要不要解救他 要不要對他好 還是要對他好啊 你把他當成你過去生的兄弟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你以前在母親裡面髒不髒 母親的犯胎裡面 髒啊 母親的肚子裡面有腸子啦 那個什麼糊便 都在旁邊流過去的 髒不髒 也是髒啊 你是沒有知道而已啊 不知道而已啊 這樣講道理給他聽一下 OK齁 每個緣起不一樣齁 不用用自己緣起來 一定要別人要跟你一樣齁 這個錯了齁 就沒有關單的緣起齁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好 對於 對於 煩惱身體四弟 總之就是 撒迦眼鏡 由撒迦眼鏡開始 後面的煩惱就生出來 所以要滅呢 先從撒迦眼鏡滅 好 就要修空性 空性的法 才能夠斷煩惱 得卸脫 空性很重要 好 那我們看172頁 第三 人生煩惱之因 那這個因呢 第一個 我們可以從 所一 就是講所一來講 所一呢 第一個是我們講 那個進取因 煩惱的隨眠 煩惱的隨眠 那第二個 所緣 就是以順生煩惱的境界 就是讓我們生氣煩惱的對勁出現 這個是 這個一個從 煩惱的隨眠 我們叫進取因 然後煩惱的這個 那個境界線前 我們叫 具有緣 一個 因跟緣 那這個緣呢還有很多 那再三個 偽札者 為什麼會生氣煩惱 為什麼生氣煩惱 由第三 就是 誰學惡有廢三叔 給你不同的 錯誤的見解 才讓你生氣煩惱 透過不同的 錯誤的見解的引導 第四個呢 你相信他的言教 言教者會聽聞寫法 這個是 會讓我們產生煩惱 隨眠的一個助緣 那對於這個 串息的言教呢 你相信他 而且不斷去串息 這個是種種 那錯誤為妄真意 愛非愛 愛 愛跟非愛相 愛就是貪 非愛就是撐 極以無常 妄直 慘等非禮作意 那我們把 用那個 心類學的角度 把它串起來 串起來 我們講說 為什麼會生氣煩惱 好 例如說 你們喜歡看到什麼 車子 花 人 人 人出現了 那為什麼會感到這個人出現 夜陰 這個叫什麼 夜陰感 這個叫什麼 真上果 你過去沒有緣 這個人不會出現在你面前 所以我們遇到這個人 都是過去有照夜陰感的真上果 真上果 然後這個真上果出現 那之前 之前我們對這個真上果 已經有創習過 有創習過 什麼 好啊不好啊 或曾經創習過什麼 貪啊 貪業啊 有照下貪業啊 或是撐業啊 所以 當撐業這個人現起 我們叫什麼 逆源 當貪業生起 嘿嘿 一般來講事件叫順源 從世間法啊 我不是從世間法啊 喜歡的對勁我們叫貪業 以前照貪業生前 喜歡的對勁 以前撰習過的 那撐業生前 這個對勁是以前不喜歡的業 譬如說 你之前喜歡吃巧克力 吃巧克力 好好吃的時候 當巧克力出現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高興 就以前照貪業 那你以前吃一個臭豆腐 唉唷這個味道很難 不要 所以有人在招待你 以前以來我家 我招待你最殊勝的 我最喜歡吃 最美妙的口味 就端出來是臭豆腐 唉唷不要 這個叫撐業 就以前創習過的 對不對 很多人把臭豆腐 當成真品 有沒有曉得 所以有人說 唉唷我要拿一個 最殊勝 最好吃的給你 請問是什麼 要講清楚 不要端出來才後悔啊 好 那這個 這個是 當眼睛看到他 那眼智不說啦 因為眼智不會產生造業 眼智就跳過去了 眼智就把那個人的 形狀 顏色 把它轉到分別心了 所以造業是在 第一個造業是在分別心 第一個造業 分別心 所以分別心呢 這個人的形狀 顏色 也傳過去 但是出來的時候呢 你會產生一個概念 那概念呢 這裡面呢 有分三種習氣 一個是 第一個是 民權習氣 第二個是 我先把我見習氣先講 因為這裡是講 我 同類習氣好了 先把同類習氣先說 第三是我見習氣 好 那這三個呢 之後呢 這是第一插納 第一插納 第二插納 你會 如果說民權習氣先 一般是民權習氣先 一般是民權習氣先的話 常常說 喔 他叫 一個是小民權習氣 他 他 這個人他 他是 某某人 先第一個 第一插納 對不對 先了解 他是某某人 第三插納 就是對他什麼 產生 如果說之前是 好的概念 好 產生什麼 貪 但是現在這裡 我們先 應該是這樣 好 貪 他是某某人先 那其實生起的關係是 他是什麼 欸 我見習氣 先我見習氣 這下面 我見習氣 他是 藏意自在的 或者是 獨立十字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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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 必死成立的 是自信成立的 那這個音呢 這個我見習氣 從哪裡來 哈 這是 他從什麼 二之四 這個二之四 三個音 一個是二之四 教我的 這是第一個 音 第二個是 四 與其言教 與其言教 相信 第三 與 與 錯誤言教 長 長久 串席 這是從我見來的 有沒有不同顏色 有沒有紅的或是黑的 紅的好了 不要不同 不然這樣很複雜 都一樣的箭頭 錯誤言教 長久串席 重點在長久串席 長久串席 這笑信 好 這是 我們是以前是這樣啊 我們現在是這樣來的 每天跟你講跟你講 你來講 你就要相信了洗腦了 對不對 就變成習慣了 所以你會倒背如流 所以遇到建設 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因為你法師這樣做 說什麼什麼什麼 有沒有 已經每天跟你講 你都倒背如流 所以 一抽言教長久串席 就變成我見習氣 好 平常有沒有這樣 每天有沒有經過 不抽點贏教長久串席 你們看電視一打開 就有了 廣告啊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 那個廣告磁磚有沒有 請個大象來採有沒有 採不破的磁磚 大象那麼重還採不破 有沒有 那就長一自在的執著 告訴你它永遠不會壞 長一自在的 有沒有 廣告不是都這樣 這個不會壞 保證什麼 有保證三年 會保證幾年 真的能夠保證嗎 好 能不能保證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它還給你一個 三年可以嗎 維修可以保障期間 還可以維修 不可能保證 它一定有壞的時候 好 所以這個是 所以我見習從 剛才講的那個 那個 有三個嘛 這裡有總共有幾個嘛 第一個 偉雜嘛 偉雜者嘛 為誰惡有非善事夫 嚴教者為聽文寫法嘛 第五 就是 篡習者為增長煩惱 習篡習力嘛 對不對 都是這樣嘛 三個啊 這是生起煩惱的根本因 所以你要 你要如果沒有那個 正知真見 以洩脫跟成活物目標 一進去之後 不曉得目標什麼 都一定會有受這個影響 自己目標沒有確定的話 一定會受這個影響 好 所以呢 透過這個影響呢 所以呢 產生什麼 這個我見習記 在引發對勁的時候 當他知道是某某人的時候呢 過去 過去 這個 你先唯有這個知見 先升起來 他是長一自在的 獨立實質以後 第四成立這個執著 這個是從第六 他的順序跟 就是我們生起環環的順序 講法不一樣 我把它用順序這樣寫 那之後你們回去 再把它編排一下 他次第不是這樣 好 那再後呢 再想嘛 他才知道這個 我見習記陷起嘛 我執啊 我執就陷起來 我執是新王 我執陷起之後呢 再來是什麼 非禮作義 那非禮作義呢 那非禮作義呢 就是我們講一般的作義啦 叫作義 那怎麼作義 就是想 第一個 取向 這張會 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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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取向 那在取向之后呢 会 抉择 抉择后呢就变成什么 如果是错误的 抉择有两种 一个两种 一个叫 错误的 就是我们挥离作义 会作义呢 这是一个是正确的 如理作义 我又写得太宽了 对不起 你知道都会不会在应急 对 会作义就产生什么 贪 产生 如理作义也产生嘛 善 跟无肉 我们叫善善 我们叫有肉善 还有无肉善好了 所以这个管道很重要 最重点在哪里 这个最重要 抉择 改变在这个里 所以为什么要学佛法 你学佛法就有责法会 有会力可以抉择 有一个标准 好的标准可以抉择 如果没有学法 你根本不晓得好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重点在会 你要拔变错误的呢 就变成什么 会你作义 正确就是有肉善无肉善 所以重新 到这里会作义没关系 再重新回归会 再抉择 用听到的佛法 正确干做觉者 这个叫会 那觉者好 确定的 我们要欲 加个欲圣洁就造失业 第六 第五 加欲 跟圣洁 恶心所 就变成什么 这两个 就这样 造异业 就是决定师 好 这也没问题 老师 那请教一下 那个 因为独立实质有时不关带那个失色处嘛 好 那地实成立跟自信成立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讲一下 有所谓 地实成立不用关带昏悲心写信 不要昏悲心 那自信成立是 怎么讲 不关带微昏悲心 就差这个微 微昏悲心是自信成立 不关带微昏悲心自信 那不关带昏悲心是第四成立 差一个微 差一个微 好谢谢 那不关带之分的话是不是独立实质有 不关带之分是应该是一 长一自在的一 是一是 可是因为葬系都是这样说 以前我都是没有抉择都 对啊 不关带之分就独立实质有 不对 应该是一 长一自在一 一才是不关带之分 一是不关带之分 对 葬系都这样说 我以前都没有折法会 后来选了 就不对 以前格西讲上有问题 所以我在讲法就很多困难 因为以前都听学格西说的 格西这样说就这样说 后来我去学越多就感觉 格西讲了好像有怪怪的 所以前后讲会不大一样 所以有时候会混淆的 但是我会后面 为什么我这样说的理由 为什么要这样 用改什么 不关带失色处延期 所以那个独立实质有编 不关带失色处延期 用这样改过来的 跟葬系的佛法 那个讲法不一样 就是 好 所以 也没办法了 因为我的智慧只能这样子 嘿嘿嘿 好 可以吗 就把这个 煩惱的身体 把它变到里面来 煩惱的身体 刺地 对 那这些 好不好 这个 我们叫好不好 这个是 关系到好不好 这个是 我们讲抉择会 想 想 想 它有关系到取向 取向呢 好 好 我们搬一下 好 错错的是 不好 取向如果不好 就是错误的抉择 那取向是 好 就是 不一定哦 好 好不好 好 不好 还有 懒污的好 懒污的好 哎呦 对不起 一个是 好 懒污的好 还有 不好 这两个就产生错误的抉择了 那个 这个如果取向是 好 好 佛法的好 就是 没讲好 没讲佛法 嗯 就是 趋向目标的 趋向旧性卸透的好 还是怎么样 嗯 嗯 正确目标的好 正确目标的好 正确 所以想要取什么向是 会关带你之前哦 所串洗的力量 串洗重镜串洗心的力量 这个是不能是 从重镜串洗心来 感到你心生气好不好 或是掌握得好 或是掌握得不好 这个都是从过去的串洗的 重镜串洗先 来感过来 但是 重来我过去串洗的 惡的比较多 但靠着抉择 会也要把它改变过来 所以从抉择会改变 所以会就很重要 那个 夜音是不是前面讲的进取音 所依者 对 我们碰到的这个 这个产生烦恼是夜音 然后 俱有缘就是顺身烦恼 就是这个 静界 就是静界 对对对对 我刚才看一下 我想说 这六个音好像是第一跟第二最重要嘛 一定要有那个 所依跟所缘才有办法嘛 对不对 那所依好像是过去 那所缘是未来是不是 现在 现在 现在你对得近 现在对得近 如果这两个没有生起的话 就没有烦恼啦 对啊 就烦恼不生 如果说你过去 所依的话 过去没有这个音的话 就没有这个烦恼 对啊 你阿罗汉就静界限前 也不会生起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所依的话 没有这个所 这个 所依 这个 你如果碰到圆的话 也不会起烦恼 当然喔 烦恼就灭啦 所以这个坏的音 你一定要把它切断 不叫没有烦恼 是 所以从撒下来就灭 是 从空性修 修空性 好 有没有问题 嘿 在内心的 在内心的 对 内心 把它引发出来而已 对 透过非理作业把它引发出来 那有可能说 如果说我过去没有这个音 那我碰到这个坏的语言之后 那我自己又 非理作业 我自己又变得自己又烦恼 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你过去的音 烦恼的随眠一定有啊 如果说要产生的话 一定还是会有就对了 对啊 有随眠才有烦恼啊 那如果我没有这个随眠的话 碰到这个不好的语言 会 那该讲阿鲁汉就没有啦 阿鲁汉就没有 那它灭掉烦恼啦 所以遇到逆境 它也不会生烦恼 那要震到阿鲁汉才有办法 是的 是是是 一般的话就还会有 是的 那要从 会心所下手 从非理作业转成如理作业 这是我们仿佛可以改变的地方 那那个是要那个 限量不是比量喔 啊 这都还没有 改变而已 还没有到限量比量 还没有到改变 这个都是随眠的 习气限起 不叫限量 这个 它的对境都颠倒枝啊 只要有常义自在了啦 读一十九 那个都是颠倒枝啊 这不能讲什么限量比量 错误的啊 要有反倒枝 要限政的阿鲁汉才有办法 哎呦 你第一道都读不懂喔 当然要限政啊 比量还是会有反倒的 限大会 不是啦 限大会就已经灭掉片季的 要限政喔 才能够灭片季的 所以要灭烦恼一定要限政喔 到阿鲁汉一定要限政 最后一瓶 把一瓶的烦恼账除掉 要限政喔 过完之后 不管是出定 或是怎么样 已经没有烦恼 因为断掉就断掉 不会再生了啦 所以不是从什么 有分别 不是从这边来看的 而是你断了没有来说 见到位 那个削弱道以后就没有了 对 削弱道就断片季 骗季的喔 要了解没 巨生的还在喔 要到修到位置的办法 阿鲁汉才断完 大神要到八地才断完 好可以吗 了解喔 好 了解 我们看过患 我们过患呢 有几个过患 我简单讲一下 自己思考 因为这个没有思考 大家文字念一念 跟我没有相关 我捡几个啦 我把它念过去再捡几个 过患 烦恼才生 烦恼生起呢 有什么过患呢 第一个 能令心砸烦 就是令心懒悟了啦 好像大懒杆里面 你啊 就是不是很清净啦 樊老师就感觉身心就是 好像 什么味道都有啦 又有什么臭豆腐的 又有咖哩的 什么 乡村的 还有什么 麻辣的 还有什么 麻油的 混在一起啦 就砸烦了 盗取所缘 就是对境不是这样 你把它当成这样啦 对境有没有好或坏 没有 有没有什么 藏意自在 有没有 对不对 有没有读一识字 通通没有 我们把它盗取所缘啦 撒架一件把它盗取所缘啦 盗取所缘才分好不好 对境没有好不好的喔 那坚固水美 而且呢 又把这个习气又坚固 不想改 不想改 因为你的知见 已经长久串息进去 连改都不想改 对不对 我们现在遇到境是不是这样 对我们朋友 旁边的家里也是这样 你告诉他佛法很好 哪有好 你讲 太多例子 他就是坚持 不相信你的 对不对 像我们的朋友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把它引进去学佛了 结果他知见诚意了 我们感觉啊这样不到好 要什么样比较好 他就会听你的 为什么不听你的 为什么不听你的 你又不是我师父 又不是法师 你跟我差不多啊 环绕众生而已啊 为什么要听你的 对不对 难道你不是师父聪明吗 那你比法师是持戒好吗 好 是不是这样说 没有医法啦 都医人啦 我们现在的问题 我看很多同学 都是医人不医法 所以他感觉 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 带着他他好像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 离开某一个团体 他想要再投入一个团体啦 他说外面没有团体保护我啊 那我离开到哪里去 问题 什么是最好的保护 法 不是有行的团体啦 你有法的话 就有佛菩萨在保护啦 就有隆天护法在保护啦 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团体 而是一个殊胜 而且看不见的团体在保护你啦 因为这些都是无始以来 他长久的使命 跟他的发愿啦 所以要相信佛菩萨 只要医者法 佛菩萨一定会保护我们 不一定要靠个有行的 有行 因为世间的有行团体 都会有一点问题啦 或多或少 我不是说全部不会啦 或多或少一定有问题 因为人员很複雜嘛 里面成员很複雜啊 对不对 像我们台湾哪一个团体 没有一点点难污的 或多或少都有啦 因为只要忍的话一定有啦 只要凡夫妨一定有啦 好 再看喔 所以要依法为主 所以同类 兼顾水美调 同类烦恼令不间断喔 所以已经兼顾了 所以遇到净 就烦恼就生起来 遇到净 同样的烦恼就生起来 对不对 你喜欢吃巧克力 遇到巧克力就没有办法自主了 我投降了 对不对 烦恼令不间断 第四 第五 愚智愚他 愚具损害 当你生起烦恼呢 对自己也很损害 然后呢 会对别人贪酌 炒生对方的那个障碍 对别人称心 让对方受苦 都不好 第六 愚献以后愚具身罪 现世造业 然后如果说强烈的 就现世敢苦果 那后世呢 就敢后世的苦果 拒生罪 第七 领受苦忧七等苦 就是领受等流 刚讲的那个是讲 以后感受的一手果 现在讲的是领受等流 一个是一手果 一个是领受 第六是一手果 第七呢 是领受等流果 这两个不同 第八 远离捏盘 就变成烦恼战了 远离捏盘的话 就变成烦恼战 第二 退失散法 就变成了 没有办法得增上升 退失散法 第九 损害受用 那既然是造烦恼呢 我们的胡报 就减损了 尤其撑心 损坏 衰损受用 第十 故大众中 却聚无乐 及无无畏 所以你会知道 生起烦恼啊 内心会羞愧 又羞愧 羞愧的时候呢 在大战中呢 就会畏惧 畏惧 恐惧 第十一呢 一切放手 恶名留步 如果烦恼生起 常发脾气的人 常发脾气的人 你到每个群组中呢 但是哦 这个脾气不好 你不敢交朋友 恶名留步 一传十 十传百 我们恶名 比较容易传播 还是好名称 比较容易传播 恶名啊 恶名糟章啊 有没有听过 好名糟章的 有没有 都没有听过的名词 都恶名糟章 所以恶名的传播很快 然后第十二呢 就是大师护法 圣者喝者 因为大师护法 圣者都是要让你泄脱的 如果你身体烦恼 就障碍泄脱了 所以呢 大师护法 这护法 一般护持佛法的 所以我们有大师护法 圣者在呵护啦 如果是医者法在修行 会呵护啦 如果不医法修行 是大师护法 圣者喝者啦 最好的团理就是大师 圣者护法 这个不会有错误的 所以依法为主 第十三 临终忧悔 因为造恶业生烦恼 没有善业 可以让你投身三上去 临终忧悔 第十四 使堕恶去 就是造恶业堕恶去 第十五不能获得自己毅力 就没法得到 真上身跟究竟决定性的利力 好 这个毅力就是真上身跟究竟决定性的毅力 有十五个过患 你对哪个过患比较感觉 比较 比较 比较有感觉 哈 班长你对哪个比较有感觉 临终忧悔 数多恶趣 是衰损受用 是衰损受用 是灵受苦、忧、感、生等苦 应该就是 临终忧悔那个比较没有 其他应该都会比较有 哈 我说你生起烦恼勒 我不是说你现在啦 我生起烦恼 你生起烦恼 会对哪个比较有恐惧感 过患哪 应该是 一旋一后一聚生 对 啥 饮受苦、忧、感、生等苦 这方面 所以限制饮受苦、忧、感、生等苦 限制嘛 限制嘛 限制受苦 对 所以你要记得我 如果生起烦恼哪个最恐惧 把他记住 记住的时候呢 当你生起烦恼 诶 这个我不要 因为会感得我那不要的苦苦 我为什么要问这样 就是当你记住 这个苦我不要 失误的过患里面 哪一个过患我比较care 比较在乎 把他记住 当你生起烦恼 诶 这个不对 因为这个生起 我就会感受到 那个什么 我刚才讲的 雨腺以后聚生醉 领受苦、忧、感、生等苦 这个要记住 那你烦恼生起 诶 不对 我以后会感到苦 这个苦我不要 诶 选一两个就够了啦 15个没办法全选 选一两个也比较在乎的 这个修行活法就是 一重点抓住就好了 道理懂很多 但是实修要重点抓住 一两个就够用了 法师那请教 前面那个第一二过患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正确的知见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说 我的心在杂然当中 所以要学心内学 因为心内学 被那个心相讲得很清楚 心相 我们现在没有学现 所以心相不懂 对我是贪吗 没有啊 我看到很多人 但是以前啊 明明发脾气的 已经讲话讲得 脸红脖子出了 哎不要生气 哪有生气 我哪有生气 我哪有生气 你怎么可以说我生气 有没有 你看到心相看不到嘛 那有时候开车啊 跟一个好朋友去开车 那就很急啊 那应该他开个一路 我不想他的想法 奇怪啊 没关系 我是讲一个小地方而已 比如说开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叫大乘路嘛 那大乘路是往我的目标这样走啦 结果他这样开 过来 已经过了嘛 啊过了呢 他就通过大乘路 然后人家说 那你这样开车里面 他打电话嘛 你在往右走 在往右走 然后他是从这边来的 他认为说 往右回到原点了 为什么往右走 我在往右走 他就认为不对啊 可是他是人家往右走 在往右到大乘路 就往这条路走嘛 这样对不对 可是他就很急 他一开就开过 超过大乘路 就往那 这个也叫一个 一个嘛 路桥嘛 我们从这边来的嘛 从这边 从这边来的 这样来的 然后呢 人家叫他是 右转再右转 右转右转就回去了 为什么右转路转 人家说他 就是人家 那么笨 右转就回去了 为什么要回去 可是他没有看到大乘路 到这程度在右转 没有想到那个逻辑 很急 就很急 就说人家不对 我就跟你讲 不要急 我哪有急 你怎么说我急 那人就是这样 那想一下 为什么别人这样说 要慢慢思考 不要急 好 这个就 麦克风 请问师傅 那个第三的那个 兼顾水棉 是指那个阿赖也是里面 薰洗的 不是 现洗 我们造业后 我们造业后 重新造业 它就兼顾我们的习气 不是阿赖是 阿赖是 阿赖是那个是 不能把我兼顾的 是透过我们再次造业 如果说我对这个巧克力 喜欢 喜欢 对不对 那我再次对到巧克力 又去吃 又喜欢的吃 就兼顾水棉 对巧克力 这个贪心 就更加坚固 我们是常这样子 这里喜欢的东西 一直去串洗 就兼顾水棉 是造业当下兼顾水棉 不是阿赖也是那个时候 阿赖也是那个 没办法兼顾 是造业又一次造业 又兼顾原来的习气 好 谢谢师傅 好 可以 可以 我们看 《庄严经论》 《庄严经论》 这是弥勒佛所写的一部论 它是为事的一个著作 它说 烦恼坏智坏他坏境界 境界就是破范界了 退损私利 失去什么 增上身跟究竟酒精神的毅力 那护法大师喝 斗争恶明 然后 它是生难处 就是受善乐趣 失得未得亦或大有苦 就是于献以后 于据生罪 领受苦忧 感生等苦 所以祭送的画面比较不清楚 所以以前古德都是很简单的写 可是 这样看不懂的 还是有文字这样介绍出来 比较看得懂 在隐隐庄严经论有这样说 那我们在隐隐 露行论 吉天菩萨所说的 称爱等怨敌 不管是称 爱 就烦恼 它怨敌呢 它是一个我们无始来 聚生 还有现世都有的 它呢 这个怨敌呢 没有手没有脚喔 没有手没有脚喔 而且呢 它也不是勇士喔 也不是智者喔 非勇智喔 它也不是勇士 我们大家可以称赞勇士 也不是一个足智多魔的智者喔 可是呢 如何 这个智者 非勇非智 应该斗典啊 如何这个斗典拿掉 因为它是要写那个文字要刚好嘛 可是问题这样文字内涵表达不出来 称爱等怨敌 全无手足等 非勇非智 这应该把它 应该换 称爱等怨敌 非勇非智 全无手足等 应该是这样比较段落 就讲那个称爱这个烦恼啦 所以称爱等怨敌 非勇非智 全无手足等 那如何比令我如仆 这个烦恼怎么可以让我像 让我让我变成一个仆人一样乖乖的听话 乖乖的听话 他也没有手没有足啊 也不是一个勇士 也不是住者 可是怎么让我很乖乖的听他的话呢 这很奇怪喔 为什么这样听话 很奇怪喔 安住我心中 他一直在我心中里面翻脚作乱 然後 欢乐 欢恕我 所以呢 欢恕我 欢乐啦 这个欢乐 欢恕我 欢恕我 欢乐 这等一下打算句啦 欢乐跟欢恕我 两个颠倒过来 欢恕我 安乐啦 所以 于此 于此 愣不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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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如果说 於此愣不奋 如果愣不奋 我对这个话 就不生气得话呢 愣 Gerry 愣不奋 headphone 他感受什么 感受話 愣 愣的话 回奋 忍的结果怎么样 這樣 灰觸就是會感受苦果啊 你以為忍是好事喔 一般人說忍是不是好事 可是你這個忍 忍怨敵忍反而是壞處還是好事 什麼叫灰觸懂嗎 灰觸懂嗎 不懂齁 就是由惡因生善果 由善因生苦果 叫灰觸啊 所以你忍的話 本來會照善因果 對煩惱嘛 敵人忍嘛 應該感到好果啊 結果感到什麼 惡果啊 所以對煩惱不能忍啊 對煩惱本身不能忍 所以忍非處 有一忍會感到善果 結果感到惡果 所以因喝者啦 所以一切天非天 包括玉界天的天然阿修羅等 射於我做敵 不管天謀啦 就講天謀 或是阿修羅或羅叉 跟我做敵人呢 彼不能令我路 令我 加加個我 彼不能令我路 無間大火中 天然呢 只殺我的生命啊 把我身體結束啊 我生命無限啊 身體是把他結束而已啊 可是他沒辦法讓我投入無間地獄啊 沒辦法 那此中大力或敵 就是最重要的是那個大 具有很大力量的這個煩惱敵 或就是煩惱 若遇虛米蜂且不留灰塵 那個煩惱敵 視力太強大 看到虛米山 那個虛米山也把他摧毀的 不留灰塵 所以這麼大力 人刹那指我 指我什麼 路無間地獄 後面光啊 指我什麼 把我丟到無間地獄 指我路無間 剛才講嘛 筆不能路無間嘛 對 令路嘛 就是無間大力 令路無間大 那這個煩惱敵呢 能刹那指我路無間 加個路無間 無間地獄啊 如我煩惱敵 常時無始終 於底 皆不能 至路是久云 所以煩惱敵呢 從我 開始有這個眾生開始 一直無始的 一直在輪迴中 沒有始沒有結束的 一直跟著我 但其他的敵人 例如說像天魔啊 非人啊 沒辦法一直這樣跟著我 所以 余敵皆不能 至如是久云 對不對 天魔只是上岸為生而已啊 不可能永遠跟著我 但是煩惱敵一直跟著我 若隨順 成事 所以若隨順這個煩惱呢 而是成事他的話 稀為作利樂 若 稀為作利樂 若輕諸煩惱 反作苦損 所以講這個 若隨順這個不是煩惱 若隨順餘敵 若隨順餘敵 成事 稀為作利樂 這個叫餘敵 這叫做天魔啊 非人啊 你只要利樂他 送信回向給他 他會原諒你 他幫助你了 對不對 但對煩惱敵 你越相信他 越隨順他 越糟糕 對我們的煩惱敵 你隨順他 利樂他 他就會 可以做 有以後我們利樂的果 這也不同喔 所以對餘敵 有形的人 不特求的這個餘敵呢 隨順餘敵 成事 若隨順成事 餘敵加後面好了 若隨順成事 餘敵加個餘敵 稀為作利樂 若輕諸煩惱 你對煩惱很好 有友善的話 反作苦損惱 那這個使說 煩惱的過放 皆當了之 好有沒有問題 法師剛才說那個 非促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非促就是 造惡因感善果 造善因感苦果 剛好是相反的 對不對就叫非促 這個是不合理的啊 對啊 可是我們以為會合理啊 因為我們對煩惱修 忍辱應該造善因啊 對不對 可是感的就是惡果啊 這叫非促啊 對不對 如果對我們願進在主 忍辱 他是善因啊 會感惡果啊 可是對煩惱剛好相反 變成非促啊 可是對煩惱要不好啊 要把它消除 不要讓它猖狂 不能推量太好 好 可以沒 可以齁 我們今天到這裡了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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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